Hello 大家好 缺戰中環時間 大家見到我們的主角回來了 萬眾歡騰 不是我們的主角 女王 我們的粗口公主 只不過是人一個 Jolene在這裏,她自稱粗口公主 不是啊,她也是粗口公主 上次我們有一次坐的士去打牌 的士司機認得她的聲音 她說,你是不是那個做 那麼適不禁話的一個 那個公主 笑到我仆佳,笑到現在 她每天都在笑,我每次見到她 幾乎每天都要讓她 威樂一鑊 那不算威樂 這個是我的小王子 這個小王子 帶著一天掙扎到你 其他各位公主在附近遊翼 睡了 乖乖乖 好了,我們今天 我們有另一個朋友 我們的朋友 Edward 下個星期會出現 讚賞的Edward 就去押佛 是不空來我們的 Edward去了搶爆山 這個我冤枉她 其實不是 搶爆山 現在再過十多分鐘就開始搶爆山 對不起,我本來打算交換 搞破壞不是貓仔的專利 女王是絕對有權地做的 貓老母也會做些什麼 不要動 稍等一下 OK 算 所以Edward今天去了 搶爆山 就剩下我們三個 三個應該夠照的 我相信 絕對夠照 希望 我減半個 因為我就借了半條人命 跌鑊跌了一半 你夜夜新歌當然是 小公子 不是,不是夜夜新歌 都要慶功 生意好 沒辦法 生意好就當然了 沒錯 以你的能力 當然要生意好 做什麼 還有女王 要幫我 很重要 拜拜 好,我們今天 都有些正經的事說 有很多正經的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很多不同的話題 爆粗的 是很正經的 是 這一個是 我跟昨天唯一式的語言 就是粗口是 在語詞者 修辭技巧 是不重要的 但其實我們兩個都很借的 為什麼我們兩個會很借呢 因為我們實情由昨晚 竹戰到這麼久 正明女王身體多好 是 打牌打痛頂 麻雀能醫百病 為什麼 早就要多打你牌 你還不說 那是你輸的 你要打到贏才肯走 後面打四圈 之後變八圈 之後變十二圈 之後最後這個八婆 竟然是贏最多的 有沒有人性的 其實呢 打麻雀要我贏 就是 piece of cake 要我輸 就難過登天 所以呢 放馬過來 你 是 可能是女王 下次不搞妄罪 搞妄台的麻雀王大賽 竹戰 開台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其實呢 Jolene challenge說了很多次 她本來昨天做得很豐鬚 以為自己會一家人三家 怎知道埋屬的時候 發覺我反超前她 不是 我們本來是 我是一家人三家 後面有一個本身很睏 然後昨天喝了酒 然後呢 就不是很會打的 就是一家輸三家 正常啊 女王就是專門在這些人身上賺錢的 這樣的狀態 就是要乘機搏她沒有什麼 正常啊 我做朋友都看不過眼 我真的要大意滅親 你正義執言啦 當然啦 為公義發聲啦 你送妝給她一批 各位觀眾暫時未失控的 不用擔心一下 為什麼女王是否有正經的 我們有正經的 我們現在就回覆聽眾一下 so far 我們有三大個留言的 David 正 29歲半那個 真是我是 多謝你 David Kwan Chow Welcome back Thank you 其實我back了一鑊 我就在一個 如是我聞到back了一次 還有禁室呢 禁室 禁室 是禁室 禁室說先夾 沒錯 禁室如是我聞 另外還有觀眾關心阿楊 阿楊沒事不用擔心 阿楊 阿楊的腳之前有事 現在已經沒事了 康復中 康復中 今次一次過收拾所有手尾 所以就不需要回覆看她 我們都很掛念她 不只我們 聽眾都很掛念她 為什麼在康復中 很懷念她 好像奏別人有事 我請啊 幹嘛 懷念就是掛念 你們這些中文真是差 鬼妹 沒命 阿楊上次的短片 Hit rate爆燈了吧 是 講這個 天文台 冒霧 專業操守的問題 天文台 天文台其實是次官很有得說 因為次官的爸爸是以前 天文台台台長來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下一集 星期六那麼失次官 可能可以講幾句關於這件事 但是今天我們就不講天理主義 我們也不講霧霧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低氣壓 是香港的政治低氣壓 是不是 OK 這樣呢 我們就 現在在美國 應該這一刻都如火如荼 發生著 就不是搶包山 香港就慶高采來搶包山 但是美國那邊就有這個 李柱名 李清正 黃之鋒 黃之鋒 還有哪兩個 還有兩個 他們說是 主要有兩個大少不良 大少不良之餘 還有 彭定康 還有林榮基 為什麼我會暗掉了 忘記了另外兩個 因為對我來說 我腦裏面是 正邪兩分界 彭定康也出賣嗎 彭定康和林榮基 這些不是神主牌 這些是神來的 這些是神來的 是的 但是李柱名 就 不留言了 他一向都有去的 我以前都很尊重 陳剛生也有去美國 這次他們去做什麼 其實很多聽眾都知道 就是香港關係法 美國香港政策法 今晚現在正在發生著 林榮基去美國作證 希望華府關注兩名被失蹤人士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tie into 除了說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 銅鑼灣書店 林榮基 是的 受害人 受害人之一 另外 瑞典公民 還未放 瑞典公民 還有英國公民 幾個大部份都是外國公民 正如黨國大業的演員 沒有誰 好像沒有 今天在某大部長 很多是國民貴 在爆料 雖然有些是媽媽是女人 說了些話 就說某些住在香港的辦事部門 所謂中共的陰謀 其實全部都可以 帶出同一個訊息出來 現在 最要命的就是 警方是無可奉告的 是的 所以你真的假 有多少是真 有多少是假 大家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林榮基 出去作證的話 肯定是無法假的 如何被人送上洗頭艇 這件事 這件事就很長時間 問題是香港關係法 是怎麼回事 免得大家 忘記了這件事 這件事是要講的 請你講給大家 其實是因為 也是九七回歸所引申出來的 九七前 香港的英國殖民地 英聯邦成員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謂香港關係法 這件事 美國對著英國外交 就是這麼簡單 香港回歸之後 主權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問題是你沒有理由變成 直接的美中關係 香港所謂特殊的 國兩制地位 如何佳定 在國際法上面 一你就是有一個 所謂聯合國承認的地位 聯合國如何承認呢 其實中國是 中英兩國共同 是登記了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 作為國際條約的 但是剩下的 一件事 就是說 到底其他的主權國 對著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主權國 下面一個 這麼特別的地方 是如何維持的 所謂國際關係 所以發覺香港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國際身份 例如說 可以用自己的名義 參加 很多國際的活動 諸如此類的 例如香港的 passport 去的地方的 免簽證 是多於鄰近 經濟強國 很多倍的 但是你也有其他主權國 承認這件事 所以變成 自己的政府 要運作得到 對著香港這麼特別的地方 有很多 採取一個 本地立法的方式 去應付這件事 而所謂 香港關係法 就是這個背景底下 美國自己立法 但是當然這件事 不是一個 我們叫做 Substantive Operating 那些法律的東西 而是主導性 原則性的東西 所以變成了美國人 如何對香港 例如說 貿易關係 金融關係 尤其是很重要 這些大堆東西 如何確保 香港可以 運作到 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美國的 貿易夥伴 近乎一個 主權國 掌握地位 優惠給你 所以這個 所謂 香港關係法 就是界定了這件事 重要性 就是 如果 美國已經出了聲 很久了 如果他覺得 香港和中國 分別不大 為什麼要維持 這個特殊地位 如果不維持 這個特殊地位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最簡單的 大家先不要想 這麼容易移民 你直接當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 相同待遇 其實這件事 雖然 對不起 我打了一個慘 做生意 影響到很大 對香港人來說 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什麼都不關我的事 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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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想 沒問題 不過 剛才蕭公子 你一語道破 你不要想移民 這麼簡單 到時你會變成大陸公民 如果大陸公民的話 別人的隊伍 很冷場 你就會在那隊的 下面 還有你有沒有錢 還有 還有 就是 如果人家 早前那件事 就是 那時已經很長 如果他有得選 當然 他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比如你想去紐西蘭也好 澳洲也好 英國也好 他有得選的 他不像香港 一百五十個單程 不輪到我們選 他有得選 他會怎樣選 技術 錢 投資 是的 就是你的錢大一點 能力高一點 你能夠帶到什麼給我 就是我現在選媳婦 我選嫁妝 很現實 就是 或者是屁股大 很長的樣子 那你就變成那個屁股大 很長的樣子 你跟別人鬥大了 那個屁股要 因為你的屁股大 就不只是香港的屁股 但別人有無限的屁股 你是香港人 你是入了別人的 18歲屁股的屁股 底 因為你現在是48歲 或者58歲 這樣 一個老屁股 不是一個年輕的蛋蛋 蜜桃屁股 這樣 分別就在這裏 兼甲 這是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我沒有分析能力 我沒有分析能力 我們這裏 很圖解分析 很圖解的 蜜桃屁股 不用說這麼學術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還有什麼呢 就是 不要吵 搞了我忘了說什麼 小鮮肉之外 如果美國說 其實香港什麼 一國兩制 沒有的 沒有的 又洗頭停 然後跨境執法 然後你郭文貴剛剛才說完 其實香港有三千個 國安 國安在這裏 隨時上你門 踏人 或者什麼 又很喜歡搭洗頭腿 去縮槍嫖妓 這樣 一國兩制沒有的 那我就不用當你是另一個地方 你這樣是內地城市 還要你玩大灣區 是不是 所以香港很實際 就算還沒有大灣區 其實這次說得更壞 其實美國可以率先 組你輪近經濟強國一步 去宣布 其實你那一國兩制 名存實亡 所以 那些港豬 經常說 賺食大過天 什麼政治都不理 就是賺自己笨賊 這些東西最直接影響 除了雷王說 小鮮肉 移民那些 都不是那麼重要的一件事 重要的是什麼 加科 你試試香港如果等同中國大陸 同樣處理的話 你的貿易有沒有自由 它當不當你是外匯操縱國 你想想 你說完就是什麼地位 你不要以為可以享有 先前那些自由貿易的任何優惠 甚至連配額 或者任何這些東西 都不會再存在 因為你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排隊 除了你 你以後沒有Made in Hong Kong 各位香港想創業的人 應該就是說 美國佬敢對你的話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China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你不要以為自己有什麼優勢 所以你那個所謂 產地來源國的定義 就算根據你那個 世貿的標準才算 世貿的標準 不是跟你大陸同樣處理 有貿易懲罰的 也不就懲罰你 你猜你有好處 沒有好處的 所以講得難聽 含包散 因為如果你看看那個貿易結構 你說就是中國大 但是其實最主要真的賺到錢 在哪裡賺 大哥 你在美國賺的 所以變成就是搞清楚 那個港人的身份是什麼一回事 如果你想維持香港 既有的經濟自由 你沒有可能不維持 你那個政治上 一國兩制的相對自治 是要勾結外國勢力的 那你沒辦法 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上次詩詩都已經寫過一件事 大家嘩嘩聲 說為什麼高鐵通車那天 就是等於你香港玩完之時呢 大家都依然不理解 就是你那個香港區域 那個大定法律上 就是叫做 這個香港特區的區域 你說明一國兩制 中國法律是不會在香港實施的 除非附件三路寫的 你把那個高鐵總站 放在西九中心 然後說那裡可以有 中國的邊檢人員 在執行中國的邊境法律 那你當香港是中國 還是不是中國 那你怎麼撤都沒有用的 因為美國和英國都是行習慣法 而最簡單的習慣法 那個土地權益 是劃到地心的 當然 這麼簡單 你不要以為 你的地牢變了中華人民 以前沒有飛機年代 等等 我告訴你 但鄰近經濟強國更加偉大 因為它的國安法是劃到外太空的 是不是 你地心有什麼 它劃到外太空 總之你只要是 一個炎黃子孫的話 你在哪裡犯法 他都可以給洗頭踢你回答 還沒說回重要性在哪裡 美國佬是有權根據香港邊界不再存在 而真的取消了那個香港關係法 什麼叫香港啊大哥 那你不如叫深圳吧 一樣的 會不會把深圳關係發出來 不會的 我們沒有辦法在法律上 戒定一件事 他已經是 這個事情已經嚴峻到 他要開一個會 在美國國會 在美國國會 去討論這件事 應不應該繼續存在 如果香港人仍然覺得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不知你什麼才覺得有問題 所以香港人慣得走 正面這一下 要找自己笨賊 有些事情你看起來 不是那麼重要的 所謂原則性的事情 對於很多港珠來說 就等於外太空一樣 所以呂黃說 邊界挖到外太空 港珠是不會有感覺的 你可以當作開玩笑 真正正有感覺的 就是你主動取消了香港的特區地位 當你主動取消了香港的特區地位之後 美國老人不用給你面子 你就是中國 背向世界面向祖國 那你香港很多在其他國際大城市的那些雙貿處 其實變相是一種Embassy 一種外交 人家都不再給你 那你到時香港就是Wanking Ape 知道什麼嗎 玩樂園 表你老明 是神秀 所以今天你見到那些 你怎樣說大小不良也好 人家美國去問 就是問這些認真的事情 那你到底還有沒有 從前高度自止 你問誰 你問蕭公子也好 你不要問大小不良 小不良也不要緊 老少平安 我要讀一讀一段話給大家聽 為什麼一地兩檢在香港不可行 是一串文字來的 那我讀給大家聽 很快地讀給大家聽 為什麼在美國加拿大也OK 英法也OK 為什麼大陸和香港就不OK 要兩地兩檢呢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其他地方是兩個國家的主權 是有兩個不同的司法核區 兩套的法律系統 是不會有重疊的地方 所以他可以簽訂一些協定 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但大陸和香港不同 不在向上向下 不要倒流 他見到女王流鼻血 他見到你這樣短褲動起一隻腳 抹大腿 很無禮貌的錯 我們的英俊現在是在流鼻血 抱歉 抱歉 你是一個五七七吋白褲的女孩 你這樣做是會令人流鼻血的 你檢點一點 你這個人好嗎 對不起 我正在讀正經的東西好嗎 我正在讀正經的東西好嗎 好繼續 人家血理方剛才是青少年 你有沒有想過人是二十歲仔 你這樣的樣子 你是不是要害人 你是不是要有人犯罪 流鼻血不是犯罪的 不好意思 提愛話 好繼續 我正在讀正經的 繼續聽 關於為什麼美國和加拿大可以互相開放 是 因為人家兩個主權國家是平等的 人家的 jurisdiction是兩個地方 他可以透過兩間公司 我也是A公司的老闆 你是B公司的老闆 我兩個就簽一個Joint Venture 是 很簡單 其實有很多的 因為你說 就算他們兩個有這麼長的邊界 就算澳洲和紐西蘭 特別紐西蘭人過澳洲 他們拿簽證 所有性 想移居 是比其他國家容易的 為什麼又是那樣東西對等 談得來 其實你談得來 什麼東西都可以 主權 主權概念 主權概念 就是這麼過癮的一件事 所以 為什麼大陸和香港就不同呢 因為是走一國兩制 是一國先 然後再兩制 就是說 大陸的法例和香港法例 本身已經不同了 即是基本法和蘇維埃法例 本身已經存在很明顯的不同 還有兩套有衝突的法律條文 它重疊的地方 即是基本法附件三 所以要用A 即是深圳羅湖 深圳灣香港政府 它要用租地的形式 去令到這個邊界有清晰的分野 所以兩地兩檢 你看到羅湖過香港 那條橋是不讓停的 還有你是好像奈賀橋 奈賀橋 沒錯 喝了孟婆湯你很上路 所以你是不可以在一國兩制 還有這麼大的衝突的情況之下 你不是兩個主權 所以這件事真的是很混亂的偷換概念 還有再深入一點點 請說 就是關於這個蘇維埃憲法裏面 最過癮的這件事 居然是容許了憲法矛盾 存在得到 它主權到這個地步 好像過天 那個憲法矛盾 就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其中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它有一個所謂calf out的優勢 即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 是不apply在某個地方的 就叫做香港特區 明白嗎 calf out concept 這個才是真正要害那件事 不是就是對等不對等 或者是願意不願意 那麼簡單 你沒有得願意 是你沒有得願意 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calf out中國全國性法律 不會在香港這個中國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exclusion clause 他有唯一所謂calf out的優惠 等等 兩位法律系的朋友 等等 我要layman一點 兩位法律系的朋友 等等 簡單來說就是 這個蘇維埃的憲法 在中國大陸實施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能在香港實施 因為它就是餅的那個 切了出來的那一塊 繼續說 而切了出來之後 它唯一一個可以有所謂counter exclusion的東西 就擺在附件三 是在基本法裏面 寫到明 它叫全國性法律 憲法低的一層 一個層次很高的 那就用這個 基本法 就補充憲法裏面的洞洞 然後什麼情況下 全國性法律可以在香港apply呢 就是附件三裏面有寫的才可以apply 就是國旗化住 所以變成如果附件三沒有寫的話 香港是沒有權放權 給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政府的嘛 即是說除非你附件三有寫 除非你附件三有寫 或者你改基本法 任何事都可以 你沒有辦法 有一個所謂好像女王剛才說的 對等關係 香港和中國中央政府 不是對等關係的嘛 如果你要尊重中國的憲法的話 但是從來他不是設計上 你是對等關係的嗎 不是的 設計上都不是對等關係的 很大誤會 很大誤會 不是對等關係的 至少不是主權上對等關係 但是在你的法律層面 操作情況上是對等的 所以為什麼剛才女王說的例子 羅湖橋也不夠明顯 最明顯的呢 就是這個洛馬州 洛馬州的處理方案 先前我有寫一下 洛馬州的處理方案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租了洛馬州中國的地方 給香港特區政府 租到2047年 是租到2047年 大家記住有上限的 然後香港的法律 可以在洛馬州那個範圍裡面實施 重點就是那個邊檢 邊境安全的下野 所以你會發現 香港海關也好 邊防也好 那些人 其實是放在中國境內的 第一是他有一個租約在那裡 所以那是香港的法例 同樣情況 澳門也是照抄這招的 你看一下澳門和珠海中間 那個橫琴的填海區 它叫橫琴新區 但是是完全租給澳門政府 也是去到2048 譬如說我在那裡犯法的 都是跟澳門法律制裁 我在洛馬州做些什麼 我也是受香港的法律 和香港process 橫琴就不是租了 橫琴就是租了澳門大學的範圍裡面的部分 不是全部的 問題是法律先例的什麼 講得比較難聽 國內有法律專家 專家是爆過操的 這個處理方式 是參考民國政府的租界 你明白租界是怎麼回事 自愛法權 自愛法權 拿跑 然後奸殺幾個年輕力壯的小鮮肉的話 你不會被打靶 明白嗎 好啊 好啊 但是如果你過了洛馬州 洛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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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神 洛馬州又變得 就會拉來香港 你小心點 你的行案 犯事犯圍 極其量是香港執法 我也是市區做這些 你不要看到過了之後 你就被人打靶 我們少了一個主持 好 繼續 是真的發生過類似的事 告訴你 你說奸殺 不是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 洛馬州發生過一個慘劇 是真的出到人命的 是有一個人過關途中 心臟病發 趴了落地 是啊 我說過了 你記不記得 你說過了 星期六那天說 問題是他很不幸地趴了在中國境內 是啊 那就失救了 就這麼簡單 如果他趴 趴他兩呎 他不是向前趴向後趴嗎 他是香港過還是大陸回來 他是香港上大陸 所以如果他不是向前趴向後趴的話 可能屬於香港執法範圍 就什麼事都沒有 他在香港早點心臟病發生就沒事 是啊 所以這個事件說明什麼加科 就真的是全國性法律的 application 是這樣的 但是有聽眾說 是深圳灣不是洛馬州 深圳灣嗎 趴下那個嗎 不是啊 說那個 即是你說租界二零 不是啊 洛馬州 洛馬州嗎 我寫了文字你隨便看 哦 OK 你繼續在那裡犯事 OK OK 那你覺得現在美國開會 所以美國開會的法律基礎 不是就是如果香港敢取消邊界的話 香港不跟這個基本法附件三 都可以這樣執法的話 等於郭文貴說 可以沒有錯 你躲在地底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你躲在天台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而且你難怪別人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如果外國的人 那些experts來香港做事 有什麼得罪了你 那你就可以抓到他 那你 他就可以哄你落地牢 是啊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就是會很 Welcome to the dungeon 是啊 你難怪別人會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還有什麼屏障呢 就是羅湖橋以北的屏障 是讓他們可以安樂 就像香港是一個租界 讓他們可以相見 就是可以拿跑 可以做很多事情 拿跑不打靶 但如果你到了羅湖橋以北 那你就可能會打靶 是啊 是啊 所以你那個心安理德沒有了 是啊 那你的peace of mind沒有了 那但是做生意佬很重要的嘛 就是他們可能不關心政治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 take care of 政治的東西 等我無後顧之後 我就可以 其實無國界記者已經搬去台灣了 哦 那是 但是他們用腳來投票 就說他不相信 因為如果你真的可以 用這麼愚蠢的法律白癡概念 說這個地底就等於不違反你那個憲法的 任何讀過憲法學的人都明白這件事是勞作的啦 不要坐地鐵啦 我不知道 總之不要離開地面的視線範圍 問題就是你戒定不了嘛 不要離地 你戒定不了嘛 哪裡叫香港和中國 你以為你很開心嘛 那就出事了 那些美國人不會跟你傻 大堆律師對著他 有沒有意欲 律師打你把 但很多人害怕的 郭文貴說 在銅鑼灣有個總部的 他都叫做safe house 不是safe house 不是啊 是國安 是國安的 那safe house的意思 你不懂得 不是保護證人 而是塔領了你回去 你收到金的 save from Hong Kong save是隔慢 鎖起來了 這個翻譯就對了 這個翻譯就對了 所以就是讀法 你們明白什麼事 這個是間諜用語來的 鎖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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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等於鎖起來了 那就是說有自外發權的 If anything happens to me Look after my babies 我想他們插給你媽媽的機會會大一點 你們要照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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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媽媽一旦沒有機 國安三仙在香港 During their dirty work 香港警方居然說沒有 無可奉告 和不以置評 可能是機密 可能是國防機密 你怎麼說 那你嫁在香港這些所謂的執法機構 有些事情是很過癮的 宅界在於哪裏呢 好多時候我都不知道這條界怎麼畫 因為當你說到這個國防與外交的時候 有一件事是牽涉在內的 國防又包括國家安全 亦都是國家安全的 國家安全的界線是怎麼畫的 國家安全不是實際安全 對大陸來說 國家安全是我覺得我安全不安全 但我的感覺很飄移 即是等於美國人說到國土安全的時候 你也知道他裏面都可以捉你恐怖分子 變成他執法那件事 所謂的強力部門的定義 是甚麼加科呢 其實沒有的 這是一個灰色地帶來的 當然 如果他是普通警察來執法 執行刑事法的話 肯定踩界 肯定踩界這件事 問題是 蘇維有憲法概念 一件事 他其實是沒有分的 他不分這件事 即是說到普通的法律 和憲法層面的事 其實是很模糊的 即是說 他認為 例如現在王之鋒 去美國那裏 參加聽證 危害他 危害國家安全 他真的可以有權 打你 危害國家主權 尋釁滋事 因為其實 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在這個層面 在大陸去審 他不同 普通法的國家 你一句說話 不是危害 你的解釋是不同的 國家安全 國家很清楚 甚麼是危害 甚麼是安全 首先 民主國家的話 他的國家的定義 就不是一個政權 不是一個政黨 即是我在英國 我不可以向著英女皇 扔東西 即是等於treason 叛國的 這個我明白的 我扔他的車都不行 或者他的馬車 都不行 因為他是 國家的 symbol 他是head of state head of state sovereign 他投票主權的代表 是的 主權代表 但是我可以罵 文翠山 當然 我可以罵他的反對黨 沒問題 因為他只不過 政黨輪替是民選的 而我有一個 我的freedom of speech 我可以罵他 沒問題 正如那時候 Margaret Thatcher 死的時候 The witch is dead 大家可以玩這首歌 玩到他上那個 Billboard Bank bang The witch is dead 你不會說這樣 是尋人之事 不會 或者是壓迫國家主權 所以你那個 understanding 很嚴重 就是 我們經常說 龍門任搬 那個龍門 不止是任搬 完全是看不到的 加一火玻璃三 他是全天空這樣抓住 所以我剛才一來 我就提到 那個所謂國安法 是上至外太空 下至地殼深處 熔岩中心 就是他覺得 他需要維護他的安全 國家安全 是的 無論你在哪裏 你都可以讓他拆回去 所以 那個所謂灰色地 是向上向下 兩頭都可以很灰色的 剛才女王說的 比較 比喻 對 就對一半 因為 英女王的地位 以sovereign來計 成餘權力 是在sovereign那裏 是可以的 但是只不過 只不過 是甚麼家科 他很有修養地 不執法 是 這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但是說著說著 就是說 有權 有權 一定要用的 他是self restrain 即是說 他是fountain of justice 很多過癮的 問題 蘇維埃是照抄了這件事 那個sovereign是無限權力 但是他沒有self restrain的概念 也就是說 他那個三位一體 那個所謂 人民代表大會 是所有主權 集於一身 所謂三權合作 其實是融在一起的 核心 但是 反過來比較 英女王的王權 都是三權合一的 他head of state 既是國會主持 開會那下 那個象徵意義 他真是head of state 你手上會向他匯報 國會也向他匯報 你手上那個理明明明明和他聊天 大家看the crime都有 還有第二 英女王在英國境內 是不需要 她travel 不用passport 他開車 不用理會 而且他不行Zegrace 她不可以被捕捉 他不可以被捕捉 所以責成是above the law 因為他就是head of state 是小鮮肉 但他是不可以受到制裁 這個就是689認為他自己 as a head of 香港特區 他不是凌駕三權之外 他覺得已經三屆五行之外 沒錯是超冷言的 所以記出一件事 英國800年前有大憲章 理論上是限制皇帝做這些 任意間任努力的事情 問題就是大憲章簽還簽 其實是一個概念 你不會真的用大憲章來執法 後來他砍了幾個皇帝的頭 大家自己去執政 所以英國的皇權 其實他的無限程度 真是好死無限 不過他是會 self restrain 共產黨其實那個所謂主權概念 不要忘記馬克思當年寫共產主義的時候 你不要忘記他在哪裡寫的 他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寫的 所以其實他在英國研究這個問題 研究出來 就是共產主義那個所謂 蘇維埃主權概念 其實是參考英國英女王的 OK 問題就是他沒有可能做得到一件事 叫做 self restrain 所以他一樣是三權集中 三權合作 所有全權在主權機構那裡 就是這樣 但是你很難的 因為這些所謂的 這些所謂的 去弱制自己的 一些軟性文化傳統 為何當年 1917年會有 October Revolution 是因為你本身沙皇 2月當時也都在廣場射殺了很多人 因為你們沙皇的政權 相對英國的政權 是暴政得多 也是沒有 self restrain 所以才引辱了 蘇維埃里巴布派出來 拿了馬克思主義 去引迫這套 這個向上引申了 明白什麼回事 鄉下 為何又會這麼煩 國安概念 國安安全概念 鄉下 你可以看到 郭文貴說什麼 有沒有其他公安 我不管他 沒有認證 第一件事 你可認證 你信得過他 是真的 他可以當年 在中國商場 橫行 其中一件事 就是 他說他原來跟公安部長是Friend 原來有什麼意欲 你妨礙我做生意 他說叫公安來踏你 不是 國安的 國安局長 是Friend 於是有什麼意欲 不老禮的 你妨礙他 他的國安來踏你 你影響國家安全 是不是以前的周永康系統 是 所以變了 為什麼郭文貴可以橫行 原來向下的人身 你都是模糊得不得了 什麼叫做 做生意 喊家會 會影響國家安全 原來是會的 因為你影響國家領導人的 銀包安全 又不知道 這樣才過癮 因為你有competition 就會影響到他的 potential收入 他既然是國家領導人之一 那我就是國家安全 他就是代表國家 他貓想跳 很害怕 他在鏡頭準備會出現 他在鏡頭 你隨便他 他問一下 沒有問題 所以變了 為什麼美國人的 香港關係法 不要以為人家說 很形容上的事情 很抽象 政治 原則性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這些實際上的事情 會影響到美國人 如何理解 香港的一國兩制 是否仍然存在 怎樣啊 找到簽名 是 不簽 所以變成這些事情 各位講師 不要當是體熱罵 你罵還罵 就算那幾位人兄 不去接受美國國會聽證 他找其他人一樣可以的 例如說 那位依然失蹤的瑞典公民的家屬 是 林榮基 不去大多人可以請 他的女兒好像在英國 不一樣 就算你不找大小不良 你時刻找過被DQ了的議員出來 你隨便在街邊撿過 一樣 你想一下 那時候佔中幾十萬人在街上 你時刻撿幾個出來 一樣的效果 吳文縣之前都去過 去英國 是否有代表性 你可以說是 但那個代表性是一種普遍性 不找這幾個 找其他人都是可以的 影響不到 其實這個正常的語言能力 以及你是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其實實際情況是什麼 你可以說得到 是的 你可以說得到 譬如你討論得更次熱的一記兩檢 上年利波 除非有些港主完全不知道 不是你提到這些事情 已經可以令到美國的選舉 或者他們聽起來 已經覺得好像有些問題 所以就麻煩了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更多的 覺得有些問題 即是普遍性 你明明聽了一聲紅色 即是他們知道有很大的問題 才會叫這個特別的聽證 所以這件事 還是覺得2047年很遙遠 I'll be long dead before then 第一 我又不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麼遠 第二 是不是真的捱得到2047年 都已經是另一回事 從這個程度上去 我覺得不是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看看香港 接下來的走勢 香港的命運 其實就是西藏 那個軌跡 是的 一模一樣的 但只不過西藏比香港 當年更快 即是它是一個快速的死亡 因為它當年是毛澤東時代 它是不需要比現在更加無廉恥 當年它是可以 你想想當時的文盲程度 當時有沒有Facebook 有沒有Google 它什麼都可以掩蓋 還有西藏人是純樸得多 他們也是這麼多年來被管治 還有它沒有國際地位 Exactly 是的 當年都有其他的西方國家 是想要得到西藏 因為它射好 夠高 但是它是可以肆無忌憚 我衝進去 我立了 然後說我解放你 然後我和你簽個十七條協議 我告訴你 你有一堆自由 在最後 我全部不享受 你咬我吃 你出去想著 是嗎 它在搞一個mixer 其實我們還沒有發聲 我們現場的技術主管 那隻貓 在搓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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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如果我們的聲量忽大忽小 各位觀眾就不要介意了 突然可以看著墨劇 謝謝她 這幾位美女在搓碟 所以這次 你說香港接下來會是怎樣 它就是同一套套路 同一個模式 就是 我和你說的一國兩制 正如我和你說的十七條協議 一樣 我答應你的 多漂亮都可以 難聽你講的 就是中國人那種自古以來的醜陋 你還沒過門之前 是威是小什麼都可以 你說要什麼都答應你 但你過了門之後你就知道 你慢慢撿紅豆 你可能西藏不同 可能它沒有那麼多 obstacle 沒有那麼多東西 但其實這條路一樣 就是說 大陸是覺得 OK 我要擺平你是難一點 但我總是有方法 慢慢跟你拆 這裡拆一點 那裡拆一點 這個 吊詭的地方在哪裡 西藏和香港很不同 因為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 是的 況且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是中國的 差不多唯一的自由金融中心 你想一下 跟西藏很不同的 那什麼家科 你拆了西藏 西藏落鐵膜也好 可以摧殘也好 可以摧殘也好 其實對中國主體影響不大 不大 反過來 你把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所有國家領導人的自由經濟 就沒有了 你看看他們的家人 全部在外國 下腳的話 你想一下 那個金融聯繫在哪裏 都不是經香港 所以這個過癮作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 所以這個很吊詭的情況 就是說 如果中國覺得 那些傢伙是唱衰你的 令到你沒有了香港關係 是法國保護的 那你抹它 這樣我明白為什麼 利益所在 但反過來 大家拼命 阻止你的公安介入香港事務 阻止你在香港交高鐵一地兩劫 阻止你 抓人上洗頭廳 你覺得是有問題的話 但其實中共是影響自己的荷包 吊詭在這件事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明白對自己有害 哪有利 真是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抗爭方法 不是喊口號式的抗爭 或者是唱民主必定戰勝歸來 那些 行禮如意的事 很多人都說了 不要給掌聲自己 不要給掌聲自己 你現在推翻了嗎 我想問你 這個暴政 還沒有 階段性勝利 階段性勝利 六千人 六千人愛丁堡廣場 對呀 對呀 這些其實有能用 那誰當選了呢 剛剛說 還有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美國在開一個什麼會呢 你是不是階段性勝利 你不要打飛機 不要打到一街都是 一地都是 自己很開心 覺得我會兒孫滿堂 射了在地上 射了在海 射了在螢幕上 或者射在螢幕上 隨便射在螢幕上 像是射在螢幕上 是 橫征堡路 這些叫做 我覺得他不是射在螢幕上 射在自己的臉上 對不起 OK 我們繼續 那就是 我剛才說西藏的部分 就是他的手段 其實沒有進步到 他一樣是這麼粗劣 還有是這麼不抵抗的 去搞死你 就是你想想 如果英國人要搞死你 他也有方法 但是你會死得很開心的 I die and you fear 你不知道的 OK 但是呢 大陸現在他要你死 他是令你萬般痛苦 你知道他正在死你 尤其醒覺人更加痛 因為港珠等於被昏迷了 被打了那些麻醉針 他不知道的 但是呢 你是無力抵抗的 所以其實等於 等於什麼 等於沙魚 被人割了個旗 扔回落海 你是覺得 為什麼我動不了 為什麼我呼不住 為什麼我呼不住 然後你覺得很痛 你看到自己流血 但你什麼都做不到 這就是香港現在的處境 但是呢 大陸做的事情是一樣 一樣這麼撤裂 他沒有變過 但是香港的地位 香港是更有能力 去對抗 原因就是 蕭公英剛才說 因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武的港 香港的硬件 軟件都不是他容易拆開的 其實我又不用對不對抗這個概念 我剛才就說 到底中共知不知道 什麼對自己有利 什麼對自己不利 很客觀地評論 這件事情 很多人說 我不用搞對抗 他自己打自己 經常說 中共是最冒實的 是最現實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些跟他們 他們弄權智慧很厲害 但我得到實際 真是說到 計算數 真是怎樣 我又覺得他們 不及英國佬那些厲害 所以就只是說 只能有一個唯一邏輯 合理去解釋的一件事 就是 他們是短線夠火 已經到了一個很狼狽的地步 他根本沒有得跟你想場線 唯一合理解釋的這件事 就是飲鎮自學 同樣道理 即使是會打把打著自己 他都會照打的 唯一解釋是這件事 他拼你死傷多過他 拼他長命過你 即是氣急敗壞 其實已經 是很狼狽的 即是 你除了這個解釋 你做什麼解釋 你想想做什麼解釋 當你說人民幣國際化 又要搞什麼 阿頭罕金融一帶一路 香港要支持他 走出去 你說一大堆這件事 然後你挖自己長腳 鑿自己的船 鑿自己的船 鑿你的一國兩制 你要外國怎樣跟你玩 這個只是爭吵 即是他有很多對外的事 做得很積極 但其實搞不定裡面的事 所以就是說 其實裡面的壓力很大 你經常說 搞內需搞內需 出口沒有 行完 搞內需 講了這麼多年 其實沒有人再提這個字眼 沒有啊 他叫做經濟轉型 對 應該是內需 即美國強大 就是在於他三億人民 市場是很大的 對全世界來說 市場也是大 本土也是大 但你大陸 你14億人來都做不到 但你就不肯向外走 你就知道他中間很乾 乾得很厲害 他講到什麼 北京搭到紐約都可以 你明明 北京搭到高鐵 即是underground 搭到台北 他講到 吹得很厲害 但是 為什麼我要選擇高鐵呢 當我有飛機選擇的時候 跟你打了Steroy是一樣的 焗出來的 所以當你一個國家 債務高於你的GDP 賠數以上的時候 表面上看起來 真是很有錢 一爆煲發生什麼事 你以為他自己不知道嗎 但美國人就不怕爆煲 爆了幾次都不死 為什麼呢 硬貨幣他印多些 給你咬他吃 那人民幣不是 他除了硬貨幣 他也有軟實力 你想一下 我講句很糟糕的 如果一個國家 連奶粉都搞不定 你搞不定一帶一路 然後又有意又有意 你這個爛鬼高鐵 早幾年才剛剛在追尾 那時候高鐵的主管 還在很牙策地走出來 說自己比日本的高鐵快 日本的高鐵 日本不是叫高鐵 子彈火車 很厲害 看到德國 超英趕美 最厲害 宇宙最強 一旦轉頭就是 你懂得飛也不行 不是在溫州 然後連車 連絲 連人 可能還在呼吸 不肯定 全部都摸起來 那些人現在繼續搭 對 但你可以娛樂到你的所謂國民 因為他們只是搭 但地球以外的 除了北韓跟你一樣 這麼厲害之外 其他人不是這樣的 北韓都不敢聽 你才知道 不會去搭高鐵 都是那句 我有飛機搭 我為什麼不敢搭 都是去搭高鐵 如果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United Airlines I would still go for United Airlines 我最多被拖下機 我不反抗 對 我不反抗 我馬上收你八百元 立刻起床離開 對 加了一皮美金 一皮 一皮 10,000 加了 這麼多 不是 7萬8 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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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如果他overbook 而要扔你 然後抽中你的 他會有錢賠 但不會賠到這麼多 一萬 加了 不可能一萬 不可能一萬 這麼多 7萬8 不過你說得對 如果給我 我都會搭亂學航空 就算你拉我下機 我不會被你打 只要在那裡扮 No justice, no peace 那些 You are a racist You paid me because I am Chinese No justice, no peace 那些 就先帶了些錢 但我不會 不能回答你 或者是不說話 你給我了頭等位 更壞 頭等位是火車頭 一肉來馬上 馬上炒 攬炒 這就是攬炒 對 所以美國聽證會 出了結果後 有沒有聽眾知道 如果有 我沒那麼快 聽證會之後 如果要的話 都會有立法程序 有沒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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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警告一個聽眾 你不要在這裡性騷擾我 因為我除了會刪掉你的訊息之外 我還會刪掉你 which I just did 是 I did 因為上星期六 那一集錦製 YouTube也有人勝出 要女王 是啊 我覺得很離譜 所以我經常都鼓勵 Jolin出鏡 讓那些癡漢 可以轉移視線 去Jolin 不可能 因為我波不夠你大 但你有長腿 我不會露腿的 你現在露腿 但我們已經流了鼻血 你瘋了 你流到不止 我跟大衛說 女王 她打牌 對面的牌都不肯沒有 動氣派 Sorry 一打色 拿牌動氣的時候 就說不行 空大 要別人幫你拿 因為你近一點 逐襯 不好意思 你正經一點 你這樣不行 你正經一點 很自由 很自由 很高質素 你昨天關閉我 兩個美女都說 我們很高質素的節目 好繼續 我們這個台很高質素 現在我們有缺戰的味道 現在不是 不過是缺戰銅鑼 不是缺戰中環 現在兩條女在混戰 是捉戰 我們 by the way 我買了麻將 好 可以在我家打 我們可以玩直播 by the way 居然這兩個不要這樣 有人說 才知聲明我不會打牌 29點 都說十年前 Fuck you 繼續 次官說 他回到香港 八月的時候 是會跟我們打麻將的 好厲害 我們到時就可以 做一個那些 他說打越小越好 黑眼睡 扮鬼的白色袋 套住 做LIN 然後我們就做麻將直播 挺好 特備節目 FORUM的特備節目 讓大家看到我的牌記 多麼厲害 所以打傷都贏 我不知幾乎打大一點 是啊 昨天也是打了一整晚 贏了多少錢 400 300 300 好可憐 但是房租也百多 是啊 真是慘 早餐都不夠吃 的才不可以回答你 是啊 我們說完廢話了嗎 OK 好聽我的脆水 有人問我 有人問我 不如我講一句 喂 你杯飲品給我喝嗎 好喝 不行 我在喝 那我怎樣 是領水來的 是啊 是領水 我要喝東西啊 行行行行行 你走進去 不是 知道你了 你想哄她上鏡子 沒事 可以了 OK 雪櫃可以拿嗎 等一下繼續 我們先說正經事先 不要說些壞事 剛剛早前欺騙到她 你拿了手臂 你看到這裡 OK 好 繼續 有人問我 今天佛誕有沒有佛學分享 分不分啊 又說放生 不是 OK 隨便 放生 只要沒有我們的錢拍放在這裏 是沒有事的 正常人類 都能 我每次都說 是的 不是啊 是我不帶起的話題 都被人吵了才玩 但是不要緊的 我用五分鐘的時間 分開小小佛學 有沒有聽眾反對 有反對 現在馬上出聲了 不然我就開始說了 OK 先喝一口 是的 這樣 好了 為什麼佛誕會欲佛呢 是不是 洗白白 為什麼不天天洗白白呢 其實你開天天洗白白都可以的 OK 沒問題的 Do it as much as you want 但是佛誕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 它不是幫世間牟尼佛洗澡 那麼簡單 它背後有另一層意思 其實你洗滴的時候 你是洗滴你自己的內心 OK 其實是透過一個表徵 譬如說我們供佛這樣 就不是說 對不起說髒話 我最喜歡說不夠 不是說我給那麼多東西給你 我討好你 或者說我希望你見到這些 這麼漂亮的巨峰體 不是一種行賄文化 是的 不是行賄文化 但是很可惜 去到中國人社會 它全部變成行賄文化 就是賄賂了 賄賂了 例如你拜神 就要燒很多金給他 就是天庭沒有金洗 還有要拿雞 為什麼要殺生去供給神明 神明都不要這些 不是他覺得怪的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DNA 這個行賄文化實在是根深蒂固 他覺得我喜歡吃 你一定會喜歡吃 這個豬牛羊三星 是孔子提出的 萬世思表 這個春秋二祭的時候 就要把這三塊東西放出來 你祖先就會很開心 一個生前沒得吃 這是我可以考慮的 但佛教並不是一個行賄 這是一個行賄文化來的 喂!咪!咪!咪! 咪!咪! 咪!咪! 這次很糟糕 看見鏡頭摺了 看見鏡頭摺了 我們的現場控制完 我們是毛小孩 我們的毛小孩 沒錯 他差點咬掉了 除了擦碟之外 他開始拔線 是不是很不適合聽 現在的節目 阿呂 對於人家注意 絕對注意到 所有聽眾都注意到 我們繼續說 如果萬一加多一個女人 就連所有的節目都做不到 我每天放心 阿呂 OK 繼續 那就是 不是行賄文化 我們做的事情是怎樣 譬如說我們 擺下釋金融尼佛在這裏 我們並不是說 你保佑我 你給我眾留合彩 我的老闆正混賤 你快點看中風死吧 或者說 你老闆 哪個KOL正戰人 雖然我經常都這樣想 但我不會 那這件事要用課罰 我直接洗腦 還要洗澡 你老闆先 你老闆 我們說回來 你經常抄開我的話題 很混亂 你知不知道 繼續 我們現在效法 別的KOL 其實是做什麼呢 擺他在這裏 是提醒自己 If he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明白嗎 如果他可以 supposedly 有一個薄地凡夫 即是一個普通人 你和我一個普通人 可以成罰 In a lifetime He can do it So can you If Yan can cook So can you 這樣而已 好嗎 然後你把那些什麼供品 譬如你把花 花 是最標準的 你上網搜尋 每一個中文的網站都會跟你說 在佛前供花 就會面容端妝 那些 那你就想著 我供花就會漂亮 Yeah You can say that because that is 果佈 在因果角度 的確是這樣 但他不是說現在 大佬 如果你打算漂亮 麻煩你去Sogo 買一瓶奶茶 對嗎 你化妝 他想提醒你 上油深深 或者生酮飲食 對 生酮飲食 好像我這樣 但是想說的 Point是什麼 其實供花是告訴你 是 花會有果 和花的短暫 提醒你這個 無常 生命的無常 生命的無常 一個美麗的東西 但是如此短暫 你的生命也是這樣 當你供果的時候 就不是說 供完之後我吃飯 我就有祝福了 Yeah and again 這個中文的理解 也不是說你錯 只不過是片面 OK 實際上你就要知道 每一個事情 不論是你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 最喜歡問我這麼差的問題 就是 他這麼懶惰 是不是有報應 這樣 然後我就說 你這麼懶惰 你夠有報應 我沒話說可以繼續 OK 還有就是 不僅是懶惰才有報應 你不懶惰也有報應 OK 你好有報應 你不好也有報應 你想的東西有報應 你說的東西有報應 你做的東西都有報應 如果你想到 你再說出來 就雙倍了一個報應 你想了 說了再做 就是三個報應 所以其實報應 這件事 就是因果 是在身與意 身體 as an action 與意就是說話 以及意念 三個層面都會落實到 OK 所以 供品 並不是我去賄賂你 你去保佑我 如果你真是一個佛教的修行人 你所有做的事情 並不是為了改變你自己 現在這一刻 面對的人生困難 因為你知道嗎 You know what Life is a bitch 對吧 Life is terrible Life is suffering 在佛教的角度 為什麼叫Samsara Samsara就是輪迴 輪迴就是什麼 就是受苦的輪子 就是車輪這樣 你怎樣輪都好 那隻這樣瘡鼠仔 他都是受苦的 我們supposedly 我們的存在就是這樣 是不斷的受苦的循環 所以你要醒覺 就是 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 醒覺的者 覺悟者 覺悟者 那你放他在那裡 督口督鼻 等你不方便拿跑 不是叫他來保佑你 是告訴你 If he can do it 所以你 其實是說來講 是由心而發 是你要自救 是 真的要自己救 你自己的輪迴 你的果報 但是 我之前問 是問 報應 為什麼來得不快 但是女王就經常說 是要一段時間的 不會這麼容易現眼報 就是不要像昨晚那樣 她在那裡 不知道說什麼壞事 之後說了 要拉人妝 吃光別人的錢 誰知一出就出了 無奈就出了 雙巷跑 真的輸得好 我們不是笑 我們三個女兒 一不就笑咬她 就說現眼報啊 女王 昨晚雙眼我記得 好像是你 不是你 我也有份吃 不是你 是上個星期生日 昨晚是你生日 昨晚是誰贏得最多 支持這麼多次 誰贏得最多 有些東西有快有慢 對 有東西是有快有慢 有輕有重的 其實很簡單一個理解 我講完這句 我不會講的 我們講回第二個題目 就是什麼 大家喜歡聽就沒問題 就是什麼 就是等於你種人心 忘記了 高麗心 你是要種可能 十年六年 很多年 什麼幾多年跟 那些朋友 起碼六年 是的 但如果你不用種 就有什麼草 他隨時 剛剛拔完 你又生到一米那麼長 不同的東西 他有不同的修成時間 他取決於什麼 就是取決於所謂的緣 緣 緣就是你和我有沒有緣的緣 但他有另一個理解 就是外在條件與因素 環境 的造就 所以你說 六八有什麼時候報 我答應不到 我真的答應不到 但是會不會報會 因為所有你做得出發生過的事情 都會有報應 只不過未必現眼部 上次不是說牛頭馬面 即是蝦滑了 是嗎 點錯相 拉錯了葉繼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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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放心 遲早都會賴到他 蝦滑了 是 做生意 拖人四五個月的貨款 是否會有報應 那你只是覺得 別人拖你貨款 是否有報應 那會不會是 其實別人現在做的事情 是你過去做的事情 是你的報應 是 是 是 你怎麽要跌起點在哪裏呢 千絲萬縷 是的 留在如是可聞說 但如是可聞 接下來幾集 我都可能會花多點時間 講這個生酮飲食 因為我覺得 我就很激氣 有人問我為何 這麼激動的說 我這麼生氣 因為我覺得 你中共政權之萬惡 他是在害幾億人 到現在十三億人 包括香港 十四億人 但是 我現在科學證實了 兼顧被人揭露爆了 就說那些科學家 是收了錢 而去把他的編 所謂的研究報告 刻意扭曲 去告訴你 穀物是好的 糖分是好的 脂肪才是壞的 他在害全球的人 和很多代的人 而這些人 很多到今時今日 包括你看回我剛剛那一集的節目 那些人留言 都還在說 我不是說全部 但有一部份人 真的洗腦之心 他還是未明白 他未明白 可能是我覺得 不透了 所以我接下來幾集 都還要再說 但是 他們還是覺得 我不吃水果 我靠什麼排毒 靠你的肝排毒 如果你沒有水果 你的肝就不排毒 那愛斯基 沒有人怎麼排毒 我覺得另外一件事 不是說未明 是 我可能有些聽眾 他連基本營養上 少許知識 都還未搞清楚 即是 炭素化合物的來源 譬如有些人問 那薯仔可以不可以 蜜糖可以不可以 那薯仔的澱粉質 那澱粉質轉化 在身體內 都會變成糖 是不是 對 這可能要大家 上去Google一下 找一些很basic的 人體 怎樣去做energy respiration 你自己去 這一個 又是一個證明 香港的教育制度 有幾個災難 就是不黑劍 一天讀多少本書 都沒有用 你是教導 香港人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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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原來自己吃了些什麼 哪些是糖分 薯仔是不是糖分 蜜糖是不是糖分 排毒 是要靠水果 這些 你聽起來就崩潰 還有說會塞血管 我下一集就會講 到底血管閉塞 是因為什麼 不是因為膽固醇 我可以告訴你 正如香港經濟很差 因為佔中 你等於這樣 就是你的理解 我不是說你有問題 我不是針對你 但我覺得是香港教育的問題 不是啊 但其實某大報紙 進去APP頭40名 有時是有說 什麼飲食男女 有做這個文章 但你每個都去看 什麼大佬 又去看娛樂園 八卦的東西 是最多人看的 給他們看一些營養的東西 有些 講堂份 其實有講過的 有些文章 其實你不是不知道的 那天你也在座 那些營養師 那個牌子 那個韓國牌子 那個營養師 被我KO幾次 因為他們的知識 的而停留在幾十年前 所謂的研究報告 他們是沒有up to date 正如我告訴你 我去到印度 他們還是 好笑的 印度以前的人 我說以前 是健康的 尤其是那些儒家士 很健康 因為他們深山野林 也沒有什麼污染 他們只吃椰子 沒有問題 吃Nuts 採摘水果和植物 採摘水果和植物 你要明白 他們不是 in abundance 這樣吃的 他是 見到油 很開心 扔進去吃一個 而那些 不能是巨峰提子 那麼甜 你明白嗎 他每一次過對一盤 還有椰子 其實是很高的脂肪 Until發生什麼事 Until就是 那些類人不似的科學家 跟你說 椰子裡面有膽固順 然後整班印度人 尤其是那些 致命清高 有兩個錢的那些 立刻切掉所有的椰子 然後就不斷地 又Nan 又Roti 又飯 又薯仔 又汽水 整個國家都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他們的第一號殺手 那麼你看看歐美 尤其是美國 有這麼多fast food 這麼多的薯片 穀物 最大的穀物公司 最大的巧克力公司 糖公司 在美國 那麼你看看美國人的體積 美國人的第一號殺手 是什麼 即是你將這些 去講 當然你要我深入一點 去講 我沒有問題 我留在如是我問 我接下來幾集去講 但What I'm trying to say 就是說 很多我們所吸收的知識 過去很多十年 是錯的 如果不是你解釋不到 為什麼Cancer 糖尿病 膽固順 心血管疾病 腦退化 如是等等 在過去幾十年 是不斷地攀升 而我形容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醫療體制 為什麼呢 他們喜歡保持你癢 因為他們賣錢 是呀 OK 因為他們給你醫療 不是去治療你 而是去治療你的症狀 它只不過是管理你的症狀 令到你感受得更好 但是它不會離開 那你就靠靠 那你就靠靠 和靠靠那個藥 那它就繼續賺錢 賺錢 沒有很貴的 是呀 好了 那就跳題了 問題不是膽固順道 反式脂肪 拉鏘鏘 你適合了一半 50% 好了 我們另外一個話題 是會說什麼呢 我們會說這個 機場衫跑 香港機場衫跑 沒錯 香港的機場衫跑 剛剛有人說 其實在雪梨 是呀 早點你看了那單身 我很想念我的家 是呀 就是這個三跑 香港三跑的造價 公佈了1400多億 是 但其實呢 據所知已經超過2000億 就是一條三跑 加什麼 加什麼 沒有的了 加拆了半個機場衫 是呀 那就是會來第二機場造價的五倍 又多 是一個新機場 是呀 全新的機場 都是你五分之一的價錢 就是20% 這樣 你有什麼感想呀 親愛的Jolene 我覺得其實 講來講去是個制度問題 因為其實 還有你那個就是 我覺得各有錢 兩件事 譬如說 在我小時候 其實在我小時候 其實在我小時候 其實是有另一個機場 不過呢 在Bankstown 就比較很小 一些大的民航 的機商 的飛機公司 都不會在那裡飛 還有它有一些運貨的 其實這個雪梨的機場 是計劃了很多年 其實30年前 已經開始具體說 想發展 2000年 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差不多 真的沒有效率 講了30年都沒有起 如果 是中國大陸 一講 第二天就起好了 四冷市 中國大陸 因為講30年 但你會記住 30年不是只講 是有很多研究 很多規劃 選址 譬如說 很簡單一件事 我們現在 起山炮 有領空問題 有很多問題 但是譬如說 你在Bedgery Creek 這個機場 決定在那裡起 它是Plan了 就是告訴你 將來我起 我的Capacity 我的運貨量 又開始多 我可以Expand 還有它 雪梨機場 有個 閉處 就是它有Curview 因為你近民居 因為始終 你要記住 大家不同的 譬如說 當時 為何啟德 要搬到斜立角 因為啟德 不能再啟德 不能再Expand 同樣道理 雪梨機場 都不行 因為你記住 在1788年 第一個First Fleet 去雪梨的時候 是送些監等去的 所以雪梨其實是一個大監獄 監等的國家 監等的城市 所以它本身發展上 是沒有一個Urban Planning 你比墨爾本 墨爾本是兩個機場 因為它有城市規劃 你墨爾本的街是井自營的 我們雪梨市中心的街 村內插去 Cambara才插去 Cambara才插去 Cambara不同 Cambara真的 真的規劃出來的 但是 變成了 我們 因為有前居後鑑 是 是 Sorry 貴妹沒有辦法 所以 說了30年 他們想規劃到 可以擁有很多問題 譬如說可以24小時飛 不怕噪音 將來是不是有些綠化帶 我對生態環境會怎樣 這些諮詢都要做 不會說摁跪了你 說我擁抱一條 死掉了他 我不理你 白海田 不會的 所以他們規劃了 他們再撥款 始終你撥款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硬性通過 其實 當時 2000年 是想推的 但是當時我們的 senate 我們的常議院 是不通過的 那時候我不記得了 我很小 只有十幾歲 對 十幾歲 我就是不記得了 我住在卡洛斯基 那 By the way Jolene一組 現在是支持分子 搞學運的 人家在澳洲 是澳洲搞學運 但是 所以現在 你不是那些不太假的 底毛的女權分子 當然不是啦 那些已經不流行的 我的年代已經 對不起 所以他們開花出來 是不會貴的 因為就算你很貴的話 第一 澳洲政府真的沒有那麼有錢 還有第二 譬如說你在一個機場 還有配套 你周邊的路 其實周邊的路 在Western Sydney 那個區是比較窮的 西州是比較窮的 是要花36億澳子 現在大概六島 六島 就是要花100多億港幣 去升級路 這件事也是省政府 一起給 或者一起籌 很多時候我們的省政府 和聯邦政府的 執政黨是不同的 他們會互相制衡 在很多這些互相制衡之間 我們會覺得 你不是做不到事 你當時的玫瑰園計劃做得很好 我們當然要做 民主政府就是廢了 但它廢到它又省錢才絕 我跟大家說 大家想一下 我講了三十年 但我規劃到我做過一步 只要我一做起 其實效率不會被你起三跑差 我可能之前的諮詢、研究 很多事情 但到時我一做的時候 我會想到很全面 我會想一下 我不會影響身體環境 我不會影響周邊的居民 我會影響到 因為我們一向西樹來 治安差 和多窮人 我在那裡又可以 帶領那裡的就業機會 我又可以在那裡建一個 business partner 你市區那邊的經濟 譬如說有些內陸 因為為什麼他們很重要 就是建一個內陸的區 因為雪梨本身的機場 是分了國際的 terminal 和內陸的 terminal 那 因為你延伸不到 就像香港飛台灣這些航線 全世界來說 是有十大航線 是最多人飛的 其中這十大就是雪梨飛麥爾本 雪梨飛布里斯本 因為你這麼多 其實班次 因為機場不是只計算客量 你計算班次 你可以升降幾多飛機 是限了的 因為雪梨飛麥爾本 雪梨飛布里斯本 這些班次很密 我是沒有辦法去疏到 所以就要建這個 人家是這麼精雕細 第一件事出來 到時起 其實2025年左右 已經可以起到出來 一出就可以處理到一千萬 已經可以舒緩很多東西 但是人家不貴 人家計算到去 就算我計算通脹 八年後 我只需要幾百億港幣 最多五百億 Jolene這麼斯文 我真的很受不了 其實我已經想吐了 但是我真的想說 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為什麼澳洲可以便宜我們 這麼多 因為民主 五分之一價錢 就是因為人家是互相監察 而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府 而不是 我要調查一件事 Sorry 引用權力特別原法 不行 過不了 因為有一群寶王狗 就會攔住這件事 然後 我要拔拔拔 不斷拔拔 之後 發現香港原來是提款機 任你禁 天價 你雙十一價 我想問你的三保 還有一件事我很生氣 就是想起 我們譬如說 上個財政年度 兩億撥款 被吸引了 但這些全部都是很貴的 可以通通 但譬如說在澳洲 美國這些地方 為什麼現在經常說奧巴馬Care 講他們的醫療 我們澳洲的醫療 Medicare 你知不知每一個政黨 就來大選之前 如果談不上醫療 是可以輸了大選 但你香港 上個星期就說 有一個很慘 生腫瘤的三十六歲女人 就是因為沒有人去幫她 她過了生 說她不想死 她都死了 你不香港 都可以無動於衷 減了醫療開支 減了醫療開支 就有這些人 對不起我走音 我真的很激動 因為你千四億 你都容不下去幫這個 二千 二千 都容不下去幫這個 二點五億 那這些人說我有制度 難道你一說 喂 這些這麼 rare的 disease 在外國就算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會特別撥款 人家都可以研究 一個先例去撥款給你醫治 去幫你 香港呢 其實醫療很厲害 前線醫護人員也很盡心 是的 不過呢 當時的財政司司長 六千人啊 六千人在外甸島廣場 萬人景樣的 曾俊華就減了二點五億 不要緊 大家繼續支持 知道嗎 所以不要去公共醫院 既然你們支持 你們可以捐了一千五萬給他 眾籌嘛 去私家醫生 去私家醫院 你們不要 不要用納稅人錢 不要去政府醫院 OK 其實很簡單 他減了二點五億 那二點五億 對窮人來說 是救命的 已經死了一個了 You guys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我都很激氣 譬如一間屋 我有 兩夫婦或者家用 你收了電費 突然間很貴 你都想一下 是不是計錯數 要交這麼貴的電費 是不是搞錯了 其實民主政事務就是這樣 哇 如果票出來 如果這麼貴的話 我們會覺得 錢我也有份 是不是要談一談 是不是不用這麼貴 剛剛又扔了幾十億給迪士尼 是的 又是了 有些傳統建制派 新聞黨 前黨員 田北辰 都反對 但是有人說 這個小朋友去迪士尼 是人權 但是病人沒有藥食 又不是西方 不是人權來的 就是 這些香港人 是要搞清楚 你的priority 在哪裡 還有香港人 這麼多人移民台灣 搞到台灣現在 直接加了 那個bar 即是那個 投資價 門檻 是的 為什麼 我媽媽在台灣 看什麼都不用錢 全民建保 你作為國民 你為了國家 或者你所住的地方 香港不是國家 whatever 你貢獻了你一生 建保 記不記得歷史 你說 台灣建保 你是那個戒嚴 完了才開始搞這件事 是啊 不是就是開始有民進黨 開始是黨禁 也開始解了黨禁 你完了黨禁 你就開始說全民建保 因為是你要推動的 這些東西 不是推動那麼簡單 你要搞民主 而是說你搞清楚 誰才是老闆 認得對 所以 真的不是那麼遙遠的一件事 不要以為民主和你沒有關係 和這條命仔很有關係 你想清楚 任何獨裁政權 必定儲奸人命 必定 必定 必定亂花你的錢 你自己看看 什麼情況 我媽媽說 她白內障 要開刀 香港 你排到天方夜路 都沒輪到你 你等多四十年 但是我媽媽在台灣 排了幾個月 一年 搞了 好地地 你什麼病 你進去 她有西醫 有中醫 有不同的治療 醫療 沒有問題的 你只能做得到最多 你想 因為你為了這個國家 你是有貢獻的 你貢獻了你整身人的精神 青春 勞力 為了國家 你是應該得到這些保障 這是很基本的 我是不明白 為什麼 你香港人覺得這件事OK 對不起 我差開一件事說 就是 很多聽眾對於我剛才說的 就是生酮飲食 還有什麼糖分 膽固醬 很多反應 我禮拜日 如是我聞 我會回覆你們 OK 包括什麼 會構成心血管阻塞 為什麼 脂肪是好 糖分是差 如是等等 我會給差不多一個懶人包 從頭再講過 再加一些新的項目 希望更加容易讓你們理解 但是 我上一集都有說 如是我問 我們的健康是我們有責任 as in 我們的每天的健康 但是去到 人一定會病 無論你保持得多好 那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但是現在是沒有人可以 保持政府 accountable for being such a piece of shit 喂大哥 你角色肉 你要生孩子 那些建制派議員 可以插隊 那又怎麼算 對不對 香港 其實很多人說 我交稅少 所以相對 就有些 即是外國稅率高 當然醫療福利好 但香港高地價政策 轉價範圍在市民身上 但是肥了一些地產商 現在肥了大陸地產商 看不看到 康政府這麼有錢 這個Light Kung Chan 說得很好 他說不去迪士尼 會不會死人 但是眼前有人沒有藥 吃死了 這個是真的很明顯 我說過自己 又說過自己的例子 我試過兩次 心肌炎 即是心臟 很嚴重 心臟外面有個薄膜 即是保護心臟 不讓細菌入侵 所以它是你的第一度屏障 如果有什麼東西進去 它會首先幫你擋住 它受不了的時候 它就發炎 它發炎可能會積水 你說積水就積水 其實不是的 因為它積水 它令到你的心臟 那個泵 泵不到血 泵不到血 即是跳的空間小了 它有壓迫感 之前有個BGs的成員 我沒有說錯 Berry Gips 好像是 就是心肌炎死了 是可以死的 即是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我醫生試過兩次 很多年前 第一次 就是我看私家醫生 貴到不欠 即是進去診金加藥 就四千多元 然後我就心想 Oh my God 這樣 是的 第二次 但是第二次再發生 因為我有經驗 我知道 是怎樣為之的症狀 我要watch out for it 你感覺到就馬上去看 感覺到 是的 我第一次是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 我以前是乘地鐵 我們上那些樓梯沒有什麼的 但是我心肌炎那一陣子 我第一次 是的 很辛苦 我只是走不了上去 我要停幾次 接著有一次 我就放了個電話 在床頭上 而且攤平睡會不舒服 人家說 我的電話放在床頭上 接著它響 我在聽到 我走進去 爬上床 因為可以拿床頭 我差點pass out Oh shit 我就知道不對勁了 我就去看 我就問了一個醫生朋友 他就說 你應該是這樣 你就去看心臟科醫生 我介紹 那就是四千幾五千元 是中環 醫生大廈裡面 第二次再發作的時候 再有的時候 我就知道 有第一次的經驗 我打算省錢 去政府醫院 你知道我看了門診 然後他轉嫁我去心臟科醫生 要多久 年紀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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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 你窮都不行 真是死人 是啊 This is Hong Kong 窮得沒有尊嚴 都算了 窮得連命制都沒有 那你真是 真是水深火熱 我經常說過很多次 我們香港很多人 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真的要醒一下 提清楚 其實制度出現了問題 就是 你沒有制約人性 是多麼厲害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 All power corrupt 就是這麼簡單 像上次我跟女王 解釋一個很簡單的 色狼理論 Nothing wrong with the victim Just because they can 就這麼簡單 那你極權政府當然是can 大哥 什麼叫做極權政府 你沒有藥制就是這麼簡單 是啊 所以你機上山跑 被人打開荷包搶錢 跟著我們的醫療被人減 現在美國開會 跟你說你一個 你其實一個一仔 浪費勁氣 還有我再說一句 因為生酮要用很多好的油脂 good fats 我就買牛油 要買牛油 然後人們就說 我又不好 我禮拜日才解釋 不要理我 你先讓我說一句 禮拜日才解釋 我只想說 同一塊牛油 香港賣六十幾塊 六十一 六十一塊多 是啊 很貴的 一塊牛油 可能給我用到兩天 那塊牛油 他周身查 是很貴的 哈哈 繼續 你這個八婆 我認識了麥克風就知道 然後 但是 有個聽眾聽完之後 他發了一張screen cap給我 Tesco英國 他問我 Tesco英國的市場來說 Tesco最便宜的 英國的市場來說 不要理會 是啊 港股民是薄股的 然後他傳過來 他問是不是這一塊 他就說 What the fuck 是過二磅 過二磅即是十二元 英鎊 那又是愛爾蘭牛油 十二元港幣 是啊 在英國賣 走音 十二元港幣 versus六十元港幣 屌你老美 貴五倍 是啊 香港貴五倍 香港貴五倍 是呀 我不敢想像 如果去到愛爾蘭 會是什麽價錢 可能再便宜一點 可能是十元八元港幣一塊 是重要的 當然 大哥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怎麽說呢 他差不多是全球最漂亮的牛油 你問了這件事 講了整個星期 我講了七八次一天 很影響了他 我的心情很低落 這件事 大哥 他是放養的 他是在愛爾蘭草地上 有些牛仔 走來走去吃吃吃吃吃吃 然後他那些 grass fat的牛油 在香港賣六十幾元 在英國賣十二元 你講豬不能醒 是呀 好生氣 是呀 所以你不是上這個 甚麼 上了這個倫國 因為反而國都有 啊啊啊啊 真凱莉 shut up 中國的精彩力 世界的精彩力 shut up 我只是把你的照片上去forum 我為了報仇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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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服侍我又不可以知道 好 我知道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 美女跟貓一樣 是很難服侍 我們今集的時間 差不多 遊蜜愛爺 好 我們過幾天見 好嗎 我們星期五 有一個聚言行 你這樣嗎 聚言行 星期六有禁室 星期日有如是我問 嗯 大哥 同樣想說 有人說去淘寶買 其實兩位是想過的 哈哈哈哈 他怕送來是假的 所以沒有買 是我未搏 我可能會搏一局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